2018年8月19日,伟大的NBA巨星科比·布莱恩特在2016年4月14日打完了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。 在退役战中,科比砍下60分,并带领胡仁力转爵士取胜,回顾科比的20年职业生涯。 从1996年进入NBA以来,科比共夺得了5次NBA总冠军,两次获得总决赛MVP,一次常规赛MVP,17次入选全明星阵容,其中4次获得全明星MVP, 11次入选NBA最佳阵容一队,9次入选NBA最佳防守阵容一队,科比退役是已经38岁了,纵观整个联盟,如今和科比一个年代的球员现役,只有卡特和诺维斯基了。 如今的卡特,已经40岁的高龄,下个赛季他仍然会征战沙场,很多球迷会表示,卡特40岁还没退役,为什么科比不行? 科比对于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,他表示,自己不愿意看到自己场均得到十几分的日子,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被年轻人一步过掉的场面,不想看到不再强势的自己。 众所周知科比是个十分好强的球员,不想让自己沦为角色球员,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在NBA联盟继续征战了,退役前要留给球迷最好的一面,而不是带着遗憾离开。 卡特之所以能打这么长的时间,是因为他在自己的暮年,采用的养生式的打法,说的直接一点他就是球队的角色球员,没有太大的压力,不用承担球队输赢的责任,而科比不行,他不允许自己沦为角色球员,他天生就是当老大的人,自己如果打替补脸面上会过不去。 科比这样的性格的人真的可以说非常的极端,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,才成就他在NBA里的伟大成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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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